宝贝视角解读游牧文明 大家好,我是老阿 今天咱们讲一讲成吉思汗创建的巴鲁营 巴鲁营在蒙古语里发音为Bolintjik 也就是奴隶军团 早在成吉思汗创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军事建制以前 草原上一直在沿用士族式军事建制 草原部族之间的征伐 俘虏的男男女女都是战利品 他们中的有一部分人会沦为奴隶 与农工社会不同的是 因为草原上没有牢笼和枷锁 所以这些奴隶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自由 只是地位低下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像成吉思汗的好安的 他忠实的战友 穆花梨和哲里蜜都曾经是起言不落的门户奴隶 征服克列以后成吉思汗推行了军事制度改革 原有的士族式军事建制被打乱了 旧士族的门户奴隶们 也被成吉思汗编入了一个特别军团 巴鲁营奴隶军团 这些奴隶出身的人可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军功和才能 尽身仕途成为新贵 解放草原上的奴隶是成吉思汗年轻时的梦想 他的好战友好安的穆花梨和哲里蜜 都曾经是成吉思汗的提起奴隶 后来哲里蜜通过军功成了千户 而且跟成吉思汗家族结成了试婚关系 很多出身于黄金家族的女孩都嫁到了乌梁海部 迎娶大汗家族公主的驸马们蒙古语称作塔不嫩 而穆花梨追随成吉思汗多年南征北战东党西沙 通过军功成了左翼军万户 后来又成了征金大元帅 再后来又被成吉思汗任命为太师 中原地区的国王 最早的大扎萨克里就有明确规定了 奴隶成为白身的必须条件就是建立军功 巴鲁营的创建就是给那些奴隶出身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提高社会地位 晋身仕途的门槛 1211年猛金大战于野户岭 结果金国人大败 而巴鲁营也彻底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在成吉思汗的大扎萨克里有明文规定 在战场上如果主人阵亡 奴隶把主人的遗体背回来 那么主人的财产将归他所有 这条法令源自于蒙古人的习俗 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要把自己的尸骨放回自己的出生地 所以上至大寒下到普通士兵都不希望自己的遗骨流落他乡 那么一些奴隶就可以通过带回主人的尸骨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白身 总之在成吉思汗时期 奴隶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除非是一些铁杆的奴才披子 自甘堕落不求上进的人 巴鲁营以后 成吉思汗又创建了探马赤君 探马赤一词是来自于蒙古语的刑罚 探马赤 刑罚或者惩戒 探马赤就是受刑罚的人 探马赤君的成员主要来自于俘虏和重刑犯人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创建的大扎萨克非常严厉 比如醉酒 私通 偷盗 甚至是串闲话都有可能被处以急刑 但这些罪犯并不一定都会被名正典型 他们还有一次生的机会 那就是冲入探马赤君中将功折罪 所以在历史上成吉思汗时期的巴鲁营和探马赤君 都曾经让他的敌人们闻风丧胆 相对于成吉思汗的雀虚军 巴鲁营和探马赤君地位确实很低 他们只是帝国的炮灰赶死队而已 相对那些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奴隶而言 巴鲁营和探马赤君中的勇士们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草原上解放奴隶是从成吉思汗创建巴鲁营时期开始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 一个地名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奖历史 阿奖历史 阿奖历史